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 接下来呢,我们这节专题课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玩传斯芬克斯搜索引擎,这么一门专题课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讲 给大家讲的内容,第一讲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斯芬克斯以及全文所以哪个介绍 那在讲这门课之前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下 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个大纲和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课程大纲 来看一下,课程大纲,我们详见具体的Excel说明 这个Excel我之前跟大家打开了,这是课程名 然后呢,本次课程呢,我预计跟大家可能讲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然后第一节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本次课程的大纲和前期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全文索引 什么是全文索引,全文索引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什么 好,然后斯芬克斯在介绍完全文索引这些概念以后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斯芬克斯的一个优缺点 主要是介绍斯芬克斯嘛 然后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斯芬克斯的安装和它的一个测试 最后呢,接下来呢,然后接下来会跟大家再讲一下COSIC COSIC呢,是基于斯芬克斯的一个中文的分词做的引擎 这个也是后续跟大家要讲的一个内容 到最后的一节课呢,会跟大家用PHP啊 我们连接一下斯芬克斯进行一个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可能会在讲的过程中有所变动 但是呢,变动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好,那这个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个具体的课程大纲 那再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我们这个开发环境 我们的开发环境 Synow OS啊,5.5G以上啊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并且呢,已经安装好这个LAMP环境 尤其是已经安装好了这个MySQL的软件 因为我们这个斯芬克斯,它并不存储数据 它是提供一个索引,提供一个索引 具体的数据呢,还是在这个MySQL中进行存储 它会在PHP和MySQL中间搭一个桥梁 这个斯芬克斯 第二个呢,就是准备好相关的斯芬克斯 以及COSIC的相关软件 以及能够连接PHP的一个 一个斯芬克斯的一个模块 一个SO模块 好,那准备这个斯芬克斯的一个软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网上来搜一下 稍等一下 我们可以在网上搜 它有一个斯芬克斯的一个网站 可以在那个网站里边去 好,已经出来 有心吗 好多同学有的时候不知道去哪下载 在网上一通乱搜 其实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它这个官网 进官网 可能是在国外 这个就比较慢 我们来看到这个还没有加载完 没有加载完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点第一个download 或者点这个有个download 我们直接点这个 好,它出现了这些最近的这些版本的一个下载 我们可以点这个download 让它点击,点击它进行下载 是以这个Linux环境下 CinoOS的环境下 我们下载第一个download 也就是三兆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Cosic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网上进行下载 这个呢,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这个只是 这个本次课程的大纲和前期的准备工作 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有个了解,以及有个准备 好,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全文索引 和斯芬克斯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斯芬克斯 首先来看一下全文索引 这个是我们这节课偏理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好,说到这个全文索引 大家首先来想一下 学过这个my circle的同学 大家应该对这个my circle里边有一个全文索引 就是full text 有个全文索引 对那个索引应该有所了解 它的这个机制,以及我们最后要讲的这个斯芬克斯和cosic 这些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进行全文索引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它是怎样进行全文索引的 好,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数据的分类 什么叫数据的分类 这个跟大家做了一个注释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字体放大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 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现实数据中的分类啊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是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 结构化的数据 是那些我们已经给它定义好了一些结构的一些数据 那些具有固定的格式或者有限长度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 以及这个原数据等 关系型的数据,比如说MySQL中的数据 MyLDB里面的数据 这些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 我们事先都已经给它规定好 这个列有多长 这个列的列名是什么 资料名是什么 都之前插入数据之前都已经规定好 不会再改变 这就是固定格式 那第二种数据呢 就是非结构的数据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文数据的 全文数据 那这个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格式 或者说是不定常的数据 大家有了解过NoSQL数据库的 比如说Redis啊 MangoDB啊 这些都是近新年来比较火的 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他们这里边的数据库 数据 我们之前并没有申明好 所以呢 这些数据也没有固定的格式 也没有固定的长度 我们把这类数据呢 就给它称之为非结构化的数据 那既然有了这两种数据类型 数据的分类以后呢 那对这两种数据 我们也会给它进行一个分类 数据的一个分类 那比如说对第一个 对结构化数据的搜索呢 我们一般可以用这个使用 Sircle语句啊进行查找 那比如说啊 我们在Windows环境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文件名或者名称来进行查找 在Linux命令行下 我们一条Sircle语句就能够对这些 结构化数据进行一个搜索 非常的简单 那对于非结构化的数据呢 如果我们在Linux环境下进行搜索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Grip 这个对于Linux比较熟的人来说应该不是很陌生啊 Grip进行过滤 这种情况啊 对于数据量小的文件是可以 但是如果啊 我们想一个假设条件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文件中进行搜索呢 比如说这个文件有三四个G 四五个G 我们试想一下这个搜索的效率啊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我们现在工资中工作中每天产生的这个日志文件就有可能达到G以上 我们试想了一下这个搜索的效率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出现了这个全文搜索技术 对于这个非结构化数据的搜索啊 我们也称之为全文数据的一个搜索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先普及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好 看完了这个数据的分类 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全文索引的分类 这已经引出了我们这个全文索引的一个定义 那对于具体的这个全文索引的一个分类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分成两种 第一个就是顺序扫描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找内容包含某个字符串的文件啊 我们会我们这个顺序扫描呢 会一个一个的从头到尾 因为它顺序的嘛 比如说这个我们用色度语句的话 用这个like查找它会一个一个从头到尾去找 非常的麻烦 那第二个呢就是索引扫描呢 我们可以将结构化的数据中的内容啊 提取出来一部分进行重新的组织 让它变得结构化 这部分我们提取出来的数据呢 就叫做索引 我们提取出来的数据就叫索引啊 这个 这个也就是我们全文索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我们是将非结构化中的数据内容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一部分进行重新组织 然后对它进行做一个结构化 然后最终变成我们的这个索引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这个是我们对全文索引的一个分类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 全文索引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 大概大家心里头有一个了解啊 全文索引呢 我们大体上也跟它分成两个过程 第一个是索引创建的过程 那你想对这个数据进行全文索引 那我们必须先对它进行索引的创建 索引的创建呢 就是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把这个文本中的所有结构化的 非结构化的数据啊 提取信息 当然了不是说随便提取 它肯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处理的逻辑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提取出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并且呢 创建 根据这些信息的编排 创建 最终创建所有的过程 所有的过程 这个就是索引的创建 那这个呢 我待会儿呢 在在下面讨论具体的 索引的这个全文索引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第二个呢 就是搜索索引 索引创建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对这个索引 进行查询 然后呢 通过这个索引 我们再到数据库里面进行查询 最终呢返回我们整个的这个数据 数据结果 查询结果啊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个数据库的查询速度 好 这个是全文索引的大概两个过程啊 就是第一个索引创建 第二个就是搜索搜索引 好 讲完了这个全文索引的大概的一些概念以后啊 大致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概念以后啊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全文索引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啊 这里边有两个 我给大家总结了两个啊 跟大家讲讲解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创建这个 所以啊 刚刚我再跟大家讲解这个 全文索引大体的过程的 呃 时候 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第一点就是要创建索引 那如何该创建索引 我来 可以来看一下 全文索引的创建过程呢 一般需要下面的几个步骤啊 第一个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些我们需要创建索引的文档 比如说啊 这里边我是只是针对这个中文啊 只是针对这个英文啊 中文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 我们稍后再讨论 所以我们先来看英文 这里边有两篇英文的一个书记记录啊 如果是在这个 数据库中我们会给它叫书记记录 那我们可以给它称之为文档 在这里我们可以称它为文档 那有两条 那我们可以给它称之为两篇文档 两篇文档 那第一篇呢 就是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go out with their friends but not allowed to drink beer 第二个 my friend Jerry went to go to school to see his friends but found them drunk which is not allowed 这两个这两个英文文档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将原文档 就是说不论是哪一种全文索引擎啊 它会将这个原文档 上面这两条文档 传给分词组件 它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每个全文分词搜索引擎 它都会有一个分词组件 那分词组件会做一下事情 第一个是将原文档分成一个一个单独的单词 比如说我们会把第一个文档 它有多少个单词 我们会给它分成一个一个单词 然后去除标点符号 去除do号 去除句号等等 第二个就是去除停词 stop word 所以停词就是一种语言中啊 最普通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英语中的停词有什么啊 就跟咱们汉语中的 是 得 这些 句末语句词词语气词 一样 每种呢 语言的分词组件 都有一个停词集合 它会自己给自己组成一个停词的集合 比如说英文的这个分词组件 它的这个集合 可能就是这些 多文的话就是是或者得 等等这些 只是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远远不止这些 那第四个就是经过分词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结果 成为这个词源 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档进行解析以后啊 它会成为一个 得到一个结果啊 成为变成一个一个这样的词源 比如上述例子中呢 我们会得到以下的词源 students allowed to go there 这些 它都是通过第二步 传给分词组件 分词组件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得到了这个词源 这个词源 这个词源呢 里边 比如说 这个allow的会出现两次 或者说会出现比两次更多 更多次啊 这样的话出现多次的话 allow的它可能会记录两次 这样的话这个单词就会有一个 单页数据称之为词频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将得到的词源 就是上面得到的这个词源 再传给这个语言处理组件 我们第一个是传给谁了 传给分词组件 我给大家高亮一下 分词组件 分词组件处理完以后 再传给谁 语言处理组件 语言处理组件呢 主要是对得到的词源啊 做一些同语言相关的处理 比如说对于英语啊 语言处理组件 一般会做几点 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将大写变成小写 比如说car变成小写的car 比如student第一个s 它可能会变成小写的s 第二个呢 就是将单词从负数状态 变成单数词根的形式 比如说fruit 这个水果的负数 就会变成fruit 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第三个就是将各种实态 变成现在式 比如说drive的这个过去式 它就会变成它的这个原型 总之呢 就会把我们在得到的词源 得到的词源变成 它最根本的一个 单词的一个形式 都会变成它的原型 都会变成它的原型 这个是我们语言处理组件 所要做的事 好 那再处理 传给语言处理组件 处理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将处理好的词呢 传给 这次传给什么了 所以组件 indexor 这一步呢 就是说 我们利用得到的这个词 得到上面这些词 经过语言处理组件 得到以后 得到一个词 我们创建成一个字典 一个字典 字典的概念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了解 就是类似于一个json的一个格式 可能就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key一个key一个value 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这个字典呢 key是传过来的词源 key传过来的词源 value呢 是这个词源对应的文档id 文档id 比如说你这个students 它对应的这个文档id呢 我们来看 就是1 那所以呢 它最终形成的格式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1 文档id是1 下面的话 就以此类推 load是 它在1和2里边都有 所以它会记录两次 同样 load1 load2 这样子会创建成这样的一个字典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对创建好这个字典以后 我们需要对这个字典 按照字母顺序 进行一个排序 A到Z 这样一个顺序进行一个排序 那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呢 我们最终啊 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想要的一个缩影表 一个缩影表 所以同学们来看 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全文缩影创建过程的一个 四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步骤 比较核心的一个步骤 不管是哪款 全文缩影的产品 它都是基于这四个步骤来进行 四个原理 四个步骤 这个原理 这个思想来 来做的 这样的一款产品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主要讲的这个 全文缩影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思想 核心的一个思想 好 那看完了 我们如何创建 缩影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对这个 缩影进行搜索 如何对创建的这个 缩影进行搜索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已经创建好了缩影了 就这个斯文特斯 拿到这个文档 已经形成了一个 缩影库 那我们怎样用PHP 来利用好这个缩影 来对这个 Masco库进行查询 提高这个查询效率呢 来看一下 也分为下面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用户需要 首先需要查询的语句 这个是必须的 第二个呢 是对用户输入的 要查询的语句啊 进行这个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以及语言的一个处理 我们要拿到这个 用户查询的这个 语句的一些关键词 拿到这些关键词以后呢 我们再传给斯文克斯的 搜索引擎 搜索索引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步 跟大家讲了 它已经创建好了一个索引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用户输入的东西 传给这个搜索引擎 搜索索引 然后搜索索引 得到呢 符合语法数的这个文档 那第四个呢 就是根据文档 查询语句的相关性 然后在MASC的口数据库里边 进行查询 然后呢 我们对进行 对最终查询的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排序 最终返回给用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百度上搜索 比如说百度上搜索这个MASC学院 PHP 我们来百度一下 那这里边会出现这个MASC学院 会出现PHP 也会把MASC学院 这些东西都会给它展示出来 那这句话 当我在百度的搜索框里边打入 打进这个MASC学院 PHP的时候 那这个百度呢 会对我进行 我输入的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分析出来 MASC学院 以及这个PHP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东西 传给这个斯芬克斯的搜索引擎 让它去这个索引库里边 进行搜索 那因为它有一个索引库 然后就会非常快的 能找到包含这个MASC学院 和PHP 这两个关键词的文档ID 我们拿到 它拿到这个文档ID以后呢 然后到相关的数据库里边 进行查询 查询完了以后呢 对结果进行排序 然后最终 返回给 返回给我们这个 返回给我们页面 当然了 这个百度可能使用的 不是这个斯芬克斯的影群 但是呢 这个查询的步骤 以及它创建 索引的这个核心思想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跟大家 主要主要就是跟大家 讲解了一下 我们这个 全文索引的一个 一个一个 先给大家讲了一下 全文索引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概念 最终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全文索引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理念 核心的一个思想 这个大家需要 在脑海里形成一定的一个概念 最终呢 第二个就是主要的一个讲 就是也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我们怎样使用PARP 来对这个 来使用这个斯文克斯 来进行一个 所以呢 一个查询 一个查询 相关数据的一个查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节课 跟大家主要讲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 在下节课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斯文克斯 斯文克斯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呢 在课后呢 尽量的去理解 消化一下 我们这个全文索引的一个原理 好 那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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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